如风说梦幻,八卦天天看 晋级赛32强名单,浩文4胜晋级,6只倒霉的服战队 4胜居然直接出局 205联5神坛晋级赛如约而至 根据比赛规则,五轮比赛全部都是盲窃 因为参加晋级赛的服战队越来越多 导致晋级32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只有5胜才能保证100%晋级 如果是4胜的话还得看运气 6支服战队以全胜的成绩晋级 其中包括了6月份没进32强备受嘲讽的熊英领服战队 浩文指挥的绍兴剑胡服战队 以4胜的成绩排在了第7名 而无情指挥的大明湖等区则没有那么幸运了 这6个倒霉的服战队虽然也取得了4胜的战绩 但是他们连32强都没有进 晋级赛32强的服战队将和上一连服战16强的战队一起 参加8月19日举行的服战小组赛 兄弟们记得要准时收看 可往常一样 浩文开启了第一视角直播 让猴粉们见识了他在竞技赛中大杀四方的场景 前三场 浩文指挥的绍兴剑胡先后战胜了金武门 茶山竹海以及普陀山 打得非常顺 基本上毫无阻力 第四场比赛当中 浩文刷到了和他打同样阵容的橘子周 浩文虎镇小客对面的龙镇 浩文全程处于劣势 第42回和自己的宝宝就全部死光 并且只吃了七个药 剩余的药品只能浪费了 最终浩文无奈输掉了本场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 对面的服战老板亲自开武装号 并且还是边打服战边做师门 表现得实在是太轻松了 输掉与橘子周的对战之后 最后的第五场比赛成了浩文的生死战 浩文一直不断欺负刷弱队 结果也如他所愿 刷到了灿若新和服战队 20多回合就轻松战胜对手 因为区内有榴莲哥等竞争对手 浩文本月服战直接带上了几百万的战神 本周六他将对服战16强发起冲刺